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用牛粪和蚯蚓粪配的机制做的一个无土栽培 长得非常好啊,这是31号定制的,7月31号 今天是8月24号,现在已经开始淡花了 开始收粉了,因为这个田瓜呢,一颗秧子只留一个 因为它是一种大的后面田瓜 然后有些朋友经常问我,就说 用牛粪可以做栽培机制,蚯蚓粪可以做栽培机制 那么用这个猪粉,或者是用这个羊粪,鸡粉 这些本身就是做一个非常好的有机肥原料的 这些禽类的分辨,动物的分辨 能不能作为这个栽培机制 就是春风发酵好以后能不能做 这个是不能做的,不能做栽培机制的 如果你做一个大头,里面加上个 就是好比一吨里面,加上个几十公斤 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栽培机制去做 那就不行了 原因很简单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碳单比不合理 发酵液控的,鸡粉的,羊粉的,株粉的,这些的 它的碳含量是非常高的,有机制含量非常高 就造成了碳含量非常高 碳单比呢,能达到几百分之一 就是碳和氮之间的比例 实际作物正常生长的碳单比是多少呢 一般是二十五比一 这样的一个比值 当然土壤这块一般就在十比一 所以说呢,就是一致要求大家 如果土壤栽培去补充有机肥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补充碳这个,提升碳单比嘛 然后呢,如果你碳单比高了 这个生物菌呢,它在根系周围活动的情况下 它需要消耗碳和氮 一般情况下就是碳二十五个,氮一个 这是它正常的一个消耗 如果你碳高了,氮不够的话 那么它就会从你食入的肥料当中呢 这个吸收氮 这样情况下就会造成这个作物啊 氮含量很偏低,氮含量少 氮含量少的情况下呢 可能长根非常好 但是呢,叶子长得不忘 另外一个碳单比低了 你好比说碳少了,低于二十五比一 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 碳不够以后,作物长根像我一般 但是呢,作物样子长得非常好 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在土壤栽培种植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规律 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用羊粪的,鸡粪的,猪粪的 这些不能作为一个无土栽培的机制 就是去使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